耶利米书第九章 但愿我的头是水井 我的眼是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同胞中被杀的昼夜哭泣 但愿我在旷野有一个旅客住宿的地方 好使我离开我的同胞 可以离他们而去 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之徒 他们弯曲舌头像弯弓一样 在这地得势的是虚晃 不是诚实 因为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恶 连我也不认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个人要提防自己的邻舍 不要信靠兄弟 因为每一个兄弟都在欺骗人 每一个邻舍都搬弄是非 他们个人都欺骗自己的邻舍 不说诚实话 他们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话 竭力作孽 以致他们不能回转 欺凌加上欺凌 诡诈加上诡诈 他们不肯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熬练他们 试验他们 因我子民的罪恶 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的舌头是杀人的利剑 嘴里说的是诡诈 跟林舍说话满口甜言蜜语 心底里却设计陷害他 我因这些事怎能不惩罚他们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为众山哭泣哀嚎 为旷野的草场唱哀歌 因为都已成为荒凉 无人经过 也听不到牲畜的叫声 无论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都逃走 跑掉了 我要使耶路撒冷变成乱堆 成为野狗的巢穴 我要使犹大的城市荒凉 无人居住 谁是智慧人 可以解明这事 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 以致他可以传讲这事 为什么这地被毁坏 像旷野般荒凉 无人经过呢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 我摆在他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从我的话 没有遵行我的律法 反而随从自己玩耿的心形式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 随从重巴力 因此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要使这人民吃苦井和毒水 我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列祖 都不认识的列国 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把他们灭绝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思想 要把唱哀歌的妇女召来 把那些擅长哀哭的妇女请来 叫他们赶快为我们取哀 使我们的眼流下眼泪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泪水 因为从西安可以听到哀声说 我们何等衰败 我们多么羞耻 因我们丢弃了这地 我们的家园被拆毁了 妇女们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的耳朵要领受他口中的话 要教导你们的女儿举哀 个人要彼此学习哀歌 因为死亡从窗户上来 进入我们的堡垒 要从街上捡出孩童 从广场上捡出年轻人 你要这样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的尸体横握着 像田野上的粪肥 又像遗留在收割者后面的脉髓 无人拾去 耶和华这样说 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 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 财主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 夸口的却要因了解我 认识我而夸口 认识我是耶和华 我在地上施行慈爱 公正 公义 因为我喜悦这些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惩罚所有 只在身体受过割离 内心却未受割离的人 就是埃及 犹大 以东 亚门 摩亚和所有剔除病法 住在旷野的人 因为列国的人都没有受过割离 甚至以色列全家的内心也没有受过割离